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有关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个别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个问题 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先给大家说一点 那就是有的同学对这个问题的困惑 有的同学说 比如刚才教材那道地题 原先持股比例百分之百 处置百分之六十以后 散是控制权了 不再具有控制 而是重大影响 既然是重大影响的话 怎么还有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呢 你的想法是对的 在这儿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假公司和乙公司两者之间 他们是不再有合并报表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这儿讲有关合并报表 是针对假公司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子公司 比如丙公司是他的子公司 那么假和丙还是要编合并报表的 那么假的个别报表上 涉及到对乙公司股权散失控制权了 那么要在其合并报表中 要有所体现 毕竟假的报表上 还有乙的股权在里面 所以就假和乙之间 不存在合并报表 但是假和别的公司 可能还要编合并报表 所以假还是有合并报表的事情 打比方说 我上一节课给大家 我给大家编的那道题 60%处置40% 还剩下20% 那道题 我可以这样假定 假公司无需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啥意思呢 假公司没有别的子公司了 那假公司就没有合并报表的事情了 那也就没有今天讲的问题 那如果题目那样编的话 那其实上一节课 我给大家编的那道题 成本法转换为选业法 那只要考察 个别报表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教材这道题 他说假公司可能还有别的子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 所以还涉及到合并报表的问题 这是给大家先说明一下 也就是说有的同学的困惑 假对乙已经不在控制 怎么还有合并报表呢 假和乙确实没有合并报表的事情 但是假和别的子公司 假可能还有别的子公司 意味着假还是要编合并报表 所以假今天处置以公司 在假的报表上 还要涉及到他自己的相关的会计处理 好 那这个问题讲完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于剩余股权 剩余股权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还剩下多少啊 40%应当按照其在散事 控制全日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这啥意思呢 给大家说一下 你要掌握这个理念 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视为将原先 那个百分之百股权 全部处置 然后再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 够进40% 什么意思呢 原先是百分之百 我们处置百分之六十 还剩下百分之四十 我把它理解为 先把整个百分之百 全部处置了 然后再够进来一个百分之四十 既然今天刚刚够进来的 当然是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 来计量了 所以在合并报表上 他是这样的理念 为什么他这样想呢 其实他是有道理的 他的意思说 既然我算是控制权了 那么这个子 原来这个子公司 比如甲对乙 百分之百 那这个乙 对我来说 对甲公司合并报表来说 已经脱表了 也就是说甲乙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报表了 这是对的 刚才就讲过这个问题 乙确实不纳入甲公司的 合并财务报表了 在甲的角度 视为将乙公司的所有的股权 全部处置掉了 但毕竟这道题 他不是这样的 他处置了一部分 还剩下一部分 所以呢 在合并报表角度 他理解为 我先 视为将全部处置 然后按照 再构进来百分之四十 按照甲乙的股权比例 再构进这个百分之四十 那既然我从 从今天 重新取得的 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 来体现 所以这儿 讲了一下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那以我们刚才 前面举的教材 这套立体来说 散事控制权 这一天 它的公允价值 是三百二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教材立体上 那个数字 三百二十 而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剩余百分之四十 在那个点上 粘兵价值是多少啊 刚才我们前面 计算过 是两百七十万 大家可以看前面 两百七十万 那是个别报表上 剩余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追溯调整以后 是两百七 所以呢 在合并报表角度 它视为 按照三百二十万 重新取得的 因此 两者之间差额 一个五十万 进入投资收益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视为 这个百分之四十 原先也处置掉了 然后我重新取得一个股权 按照三百二十万取得的 所以这合并报表层面上 还要确认一个投资收益 五十万 为什么呢 刚才讲过 合并报表认为 我是将其全部处置的 好 这是第一步 我们要理解这个理念了 那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笔分落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确认 散事控制权日这一天 合并财务报表中 散事子公司控制权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视为将这个子公司 全部处置了 全部处置了 那我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应该 确认多少投资收益呢 第一步 先计算 散事子公司控制权的 处置损益 刚才我们就讲过这个理念 你把这个理念理解了 其实你不要认为 大家学习上有个思想的障碍 哎呀 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我还没有学过 哎呀 那我就不会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今天教给你的方法 与后面的合并报表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待会给你讲的方法 你不要认为你合并报表没有学 然后就有这么个思想障碍 其实我给大家讲 学习方法 你只要有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而且我刚才说了 我今天教你这个方法 其实跟后面合并报表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今天就可以学这个问题 待会你听下去就知道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已经讲过一个理念了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视为将这个百分之百的股权 全部处置了 那我这个百分之百的股权 全部处置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处置的损益是多少呢 一起看一下 宣一就是计算 处置损益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处置了百分之六十是吧 处置了百分之六十 那这个百分之六十 我们题目里面是多少 四百八 四百八十万 那个百分之六十 处置了价款是四百八十万 余剩余股权公允价值 剩余百分之四十是吧 百分之四十 这个百分之四十的股权的 公允价值多少 三百二题目一致 两者之和 相加 两者之和 减去按原池估比例 原池估比例是多少 原池估比例 这道题是全资的 百分之百 计算 应享有原子公司 自购买日 我们这道题 前面我题目没有说 我给大家口头补充说了 假定它是非统一控制 从购买日 开始按照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这个净资产 注意 他没有说可编认净资产 他说净资产 那要请大家注意 这个净资产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可编认净资产和 商誉 商誉是不可编认的净资产 合在一起 称之为叫净资产 也就是说 我们减去是减去两个部分 减去可编认净资产的那一部分 还要减去不可编认的净资产 也就是商誉那一部分 按照什么来减 按照份额来减 那我们这道题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就净资产乘以百分之百 那叫份额 商誉呢 也是乘以百分之百 那这个乘以百分之百 乘完以后 叫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 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 那这道题是全资的 也就没有少数股东了 所以它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这样算出个差额 作为投资收益 那书上这段文字 我给大家先理个公式 再解释一下 这个公式怎么理解 我们有的同学 他只是看文字 他不理解 不理解 当然你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关键是理解 要把原理搞清楚 先把书上这段文字 刚才这一段文字 我用公式来表达 那就是要计算处置的损益 这个处置损益 等于什么 等于处置股权取得对价是480 加上剩余股权的光源价值320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在和平报卖层面上 我们视为将百分之百的股权全部处置 这个是百分之六十 这个百分之四十 剩余的部分 我们视为先将其全部处置 如果全部处置 我能拿到多少钱 八百万是不是 四百八加三百二 好了 这是处置的收入 减去两个部分 我把它拆开来了 教材上说 减去什么 减去按原池股比例 原池股比例计算 应享有原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 按照公营价值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的份额 这个净资产 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了一下 它是有两部分 可辨认的和不可辨认 两部分组成 所以呢 分解开来 一个是按原池股比例计算的 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 另外一个部分 是减去归属于原母公司的商誉 如果不是全资的 那么是总商誉 这个商誉是总商誉 总商誉 有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 有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 那么我将这个总的商誉 乘以归属于母公司的持股比例份额 对到底 它极端的是百分之百 所以全部是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 这样减完以后 差额就是处置损益 那为什么这样减的就是处置损益呢 你把后面两个减号的内容啊 我这用个宽宽表示 这两个减号的内容 合在一起 其实是什么呢 相当于权益反向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那接下来 就是我教大家的一个方法 你不要认为现在是合并报表 我就肯定是听不懂的 你有这样一个思想障碍在这 不是的 它其实跟后面没有关系的 后面涉及到和平报表主要是抵消的问题 抵消的问题 那我们这根本不需要抵消 当然有一个理念 我告诉你 你就可以了 你没有学后面和平报表都没有关系 那就是 等我们后面学和平财务报表时 我们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注意 今天我们学这一章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才有什么方法 叫成本法 没错 当我们学后面和平财务报表时 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首先要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 要将母公司对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按成本法计算的内容 要调整为权益法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 是采用权益法核算 好了 你就掌握这个问题就行了 今天我们讲和平报表是吧 你不用管和平报表 你就理解为 现在按权益法做 就可以了 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应该按权益法来做 好 那既然是这样 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道题 你就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权益法性 一快捷处理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占面价值 等于什么呀 等于原先的投资成本 加上在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实现金利润 我们按照份额 想有多少 确认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 并确认我们的投资收益 另外 被投资单位 有什么其他综合收益 什么其他权益变动 我们都按照持股比例 是不是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当我们学习完权益法以后 我们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成本大于份额 你如果把成本大于份额 那一个商誉 我前面讲过的相当于商誉 你把那一部分剔除掉以后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权益法下 我长期股权投资占面价值 与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 是对应起来的 它是多少 乘以持股比例 就是我的长期股权投资 占面价值 无非 我再加一个真商誉来一部分 反过来说 你更好理解 假如成本是小于凤若的 我们要确认一个营业外收入 是吧 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门带营业外收入 这笔风格做完以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 和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 完全保持一致了 说明一个问题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占面价值 和对方的可变成金资产的凤额 是保持一致的 当然是按照供应价值 持续计算下来的 因此 我们这个宽宽 其实是相当于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占面价值 因为乘以凤额 它的可变成金资产 乘以凤额 就是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占面价值 那么今天 我既然是视为处置了 你把这个宽宽 就理解为是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占面价值 也就是它的成本 截转掉 等于后面那个上面第一行 相当于是银行存款 为什么还要减掉商欲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成本大于凤额 是不是有商欲啊 那那个商欲 大家注意 商欲其实也是股权投资成本的一部分 所以要减掉 大家想一想 我们权益法下 如果成本大于份额 是不是那个大于的那个差额部分 含在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我们在计算时 我们会发现 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份额 再加上这个商欲 加上我们这个多的那一块商欲 构成长期股权投资的占面价值 所以呢 我们这一块一个宽宽 就是相当于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占面价值 两者一解 不就是你的处置损益吗 这就是我们这儿的理念 也就是说 你不要认为这是合并报表 你就把它理解为权益法 因为我们后面讲 合并报表的时候 就是讲这个观点 那就是合并报表层面上 理解为就是权益法的核算 好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现在掌握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按照权益法的思路来理解 就OK了 好 这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就刚才我们书上这段文字 所计算出来的处置损益 怎么理解 接下来我们再看圈二 第二件事情 有了刚才给大家的解释 这个理念 说明了这个理念 圈二呀 圈三呀 都好理解的 啥意思 我们就视为现在是权益法的呀 大家想一想 我们前面给大家学习过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第一步 确认投资收益 处置损益 第二步 权益法下 如果你处置了 其他综合收益要截掉吧 要截掉的 其他资本公计要截掉 要截掉的 所以下面 圈二 一样的道理 要往其他权益法下 其他综合收益 要截转掉 与原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采用于被投资单位 直接处置 相关资产或负债 相同的基础 进行快捷处理 意思也就是说 在散事控制权 这个时点上 合并报表层面上 要将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流程收益 或者转到投资收益 这儿有几个问题解释一下 一个问题 我们原先在个别报表上 是没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但是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说过 你就把合并报表层面上 理解为 按照另外一个方法 再做一遍 按照权益法 再做一遍 既然是权益法 如果子公司 有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我们刚才这道题 子公司有25万 其实我们某公司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要按照子公司的25万 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 这道理正好是100% 那我们也是25万 所以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也要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25万 那么今天将股权处置以后 权益法下 股权处置 其他综合收益要装到哪儿 前面讲过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 前面是打好基础的 要采用于被投资单位 一致的方法 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什么叫一致 就是说 他在处置这个相关资产 或者负债的 是怎么处置的 我们也应该怎么处置 比如说 被投资单位 是什么原因增加了 其他综合收益 是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我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按照我们的持股比例 我也确认了其他综合收益 今天在处置时 今天在处置时 我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要截掉 我截哪儿 是转到流程收益里面 还是转到投资收益 取决于被投资单位 被投资单位 是什么样的经济业务 它是什么样的资产啊 它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 其他综合收益 被投资单位 按照它的要求 应该是转到当期损益 也就是其他业务成本的 既然它是转损益的 所以我今天转的时候 我就转到投资收益 第二 如果被投资单位的 其他综合收益 是因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云价值变动而引起的 比如对方变动了25万 我们这道题里面 教材这道题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也确认了25万 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 那么今天我在股权处置时 我这个其他生活收益 我往哪转 我往哪转 是往留存收益转 还是往投资收益转 刚才一样取决于对方 对方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方是不能转损益的 对方是要当他处置 他那个股权的时候 他要转到留存收益的 所以我今天我也只能转留存收益 保持一致 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上一节课 权益法那一节课里面 已经讲过了 今天再复习一下 说明什么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还是权益法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说的 和平报表上 你不要理解为和平报表 你就理解为 是另外做两套战 原来是一套战 是成本法做的 现在做另一套战 那一套战 和平报表就是相当于另外一套战 是权益法做的 接下来第三步 一样的道理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唯一的就转哪儿去 转到投资收益 转到投资收益里面去就可以了 好了 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将和平报表的会计处理 理解为是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权益法呀 不是把其他综合收益呀 其他资本攻击都要截掉吗 那这不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吗 那接下来 我们再给大家写一个公式 这是总的一个投资收益 算是控制权日 和平报表中确认的投资收益 刚才呀 我们给大家写了三小点 是分在整个和平报表中 分别几个部分影响投资收益 比如圈一交处置 损益 处置的损益影响投资收益 第二个缺二 其他综合收益 有可能会转到投资收益 那就影响 如果转流程收益 那就不影响投资收益 第三 这个肯定是影响投资收益的 接下来我们就整个一个总 把它汇总一下 圈一圈二圈三 汇总一下 就是下面这个公式 算是控制权日 合并报表中确认的投资收益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算是控制权日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480万 加上算是控制权日 剩余股权的光云价值 是320万 两者相加 为什么相加 视为将百分之百的股权 全部处置了 然后减去 按原池固比例计算 应享有原子公司 自购买日开始 按照光云价值 持续计算的可编认 净资产的份额 我已经分解开了 所以这就写可编认净资产 然后再减去 归属于原某公司的商与 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相当于权益方向 长期股权投资的 诈面价值 因为我现在不是视为 全部处置了吗 这个两者一截 就是处置损移 然后下面加或者解 那就是什么呢 其他综合收益 转损移的部分 要注意 只有转损移的部分 才能加上或者减去 不能转损移的 其他综合收益 这儿不能记 再下面一个 那就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就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过来的 加上或者减去 三个合在一起 这相当于是刚才前面的圈一 对应的前面圈一 这个对应的是前面的圈二 这个对应的是前面的圈三 合在一起是 散事控制旧日 合并报表中 确认的总的投资收益 这就是我们这一块给大家归纳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公式 好 那这儿呢 给大家再展开一下 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刚才不是已经提到了吗 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专门 专门呢 再写一部分内容 再讲一部分内容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包括两种 一种是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复内进损移的 还有第二类是以后会计期间满足条件是重复内进损移的 一个不能 一个重复内进损移的两类 这两类我分别举个例子 都是我们前面学习过的 第一个例子 那就是指定为以公云价值计量 其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公云价值增减变动时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当该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益或者损失 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补充过 金融资产的核算 要转到留损收益 也就是言语工具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第二 注意了 叫分内为以公云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它和上面一样 公云价值后续变动也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但是 这类金融资产在处置时 累计的利益或者损失 是直接转入投资收益的 所以这种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能够重分类进损移的其他综合收益 上面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不能重分类进损移的其他综合收益 给大家补充这些问题 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 我们在计算这个公式的时候 只有能够重分类进损移的其他综合收益才算进去 不能够重分类进损移的 不能把它算进来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有关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 等我们后面学的内容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后面再归纳一下 其他综合收益实际上内容很多的 那么讲完这一些 下面回到教材上 我们教材的这套例题 再讲一下合并财务报备的处理 首先那就是要计算一个 散事控制权这一天的确认的投资收益 等于什么呢 等于散事控制权日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480 加上散事控制权日剩余股权的公云价值320 我们视为全部处置了 800万 减去按购买日公云价值持续计算的 可编认净资产的份额 根据这道题 原先是500万可编认净资产 然后又增加了75万 按公云价值持续计算的 然后份额我们是100% 那就乘以100% 我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这道题 苏山例题并不太好 它是一个绝对的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极端的例子 如果换一道题 比如说60% 处置40% 还剩下20% 60% 处置40% 还剩下20% 那请你注意 这儿乘多少啊 乘以原池股比例 那是乘以60% 然后下面再减去 归属于假公司的商业 等于投资成本600万 减去在购买日那一天的 光云价值500万 乘以持股比例 这是乘以百分之百的 但是如果换成前面这个题 那是乘以百分之六十的 要注意区分开来 就这道题而言 因为题目里面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产生了25万 其他总额收益 所以这个 其他总额收益 是不能寄进来的 能够重复了进损一的 其他总额收益为零 那结果算出来是125万 那考试题 就是让我们算这个数字 合并报表中 将这个股权处置 要影响合并报表的 投资收益是多少 125万 刚才讲的是 计算的一个过程 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合并报表上的 调整的问题 刚才我们是 直接把结果算出来的 总共影响合并报表 是多少 125万 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合并报表 是在个别报表基础上 编制而成的 这一点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讲过 怎么样编合并报表啊 把某公司个别报表 抄到工作底稿上 把子公司个别报表 抄到工作底稿上 然后我们在工作底稿上 编制调整分路 编制抵消分路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建立在某子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基础上 个别报表已经算了哪一些 然后在他们的基础上 我在编制调整分路 抵消分路 结果就是合并报表上的数字 那对我们这道题来讲 个别报表当中 已经确认了120万的投资收益 这个有印象吗 那就是在前面 上一节口 我们所讲的个别报表当中 不是一个追溯调整吗 在这儿 处置 处置股权 不是有个120万吗 是不是 120万 另外呢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在个别报表上 还做了个追溯 但是这个追溯 这道题比较特殊 它都是以前期间的 所以它没有影响到 本期的投资收益 那就不要管它了 那就是前面一个120 就可以了 好 回到我们今天这儿来 个别报表当中 已经有了120万投资收益 那我们合并报表的结果是多少 刚才我们算出来的数字 125那是结果 啥意思啊 就我刚才说的 你合并报表怎么编呢 是在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编制调整分落 抵消分落 得到合并报表结果 我们刚才个别报表数字 已经有了120 合并报表结果 我们刚才通过那个 一个思路 什么思路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视为是一个 全部处置了 然后而且是全印法的 核算概念 其他生活收益啊 其他资本攻击啊 要算进去的 要把它加上去 最后算出来 合并报表上 影响的投资收益 结果是125万 那问题是 个别报表上 已经有了120 你不能认为 合并报表上 就再加个125 不是这样的 是结果是125 所以我要在 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编制调整分落 然后得到 合并报表的结果 125 那编制哪些调整呢 下面 123 缺一 我们刚才讲过 合并报表层面上 视为百分之百的股权 全部转让 原先是百分之百 视为全部转让 然后再追加 再重新购买一个40%回来 所以我们刚才 在计算这个合并报表的投资收益时 就是视为是全部处置的 然后重新购买 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 重新购买 今天的公允价值320 题目一致 然后代方是在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这样的一个差额50 寄到投资收益 这个50投资收益 是这里面的一部分啊 因为我们结果是125 个别报表已经有了120 然后这块又算了一个50 再加上去吧 一步一步的呗 你这笔分落圈一已经做好了 那就影响到 合并报表上 我调整一笔这个分落呗 这笔分落你也可以这样写 借长期股权投资50 代投资收益50 也可以 因为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 它有273 你可以在个别报表技术上 直接加一个50 就变成合并报表层面上 320了 也就是说 在假公司合并报表层面上 它有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是对乙公司的40%的股权投资 因为它 不纳入合并报表 但是在假公司个别报表上是有的 但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视为是按照今天的公营价值 重新买回来的40 因为我把它理解为 先处置了100% 再够近40% 好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影响50万的投资收益 接着第二件事情 对于个别财务报表中的 部分处置收益的归属期间 进行调整 这笔分路在理解上 有一点的难度 这笔分路呢 借贷内容 我们先暂且不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 合并报表最难理解的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先解释一下 然后再来说这笔分路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张表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刚才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当假公司将已公司60%股权处置以后 还剩下40% 剩下40% 当时上一节课讲的内容 我们在个别报表中 做了一个追溯 第一件事情 是在2009年1月8号这一天 处置股权 有印象吗 借银行存款480 待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60%的 截转 360%的成本 所以差额投资收益 120 这个120 不就是个别报表上 确认的投资收益吗 同时 我们在个别报表中 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视为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是权益法的起始点 在过去两年里面 被投资单位实现经济润 50 被投资单位提达综合收益 25 我们原先成本法下都没有做 是不是 那么今天在权益法下 我们视为200纪年年初 就是权益法的起始点 要追溯调整 追溯多少啊 40% 因为我们视为两年前 那个40% 就是权益法的起始点 所以在过去两年里面 被投资单位实现经济润50万 乘以40% 那就是20万 叫损益调整 我们前面不是写过 个别报表上 做过这笔分路吗 其中2万 记住盈云公共期 18万记住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没问题 另外权益法下 其他综合收益 被投资单位有25万 我们要追溯调整 40% 我们相有40% 那就10万 所以总共合起来是3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带其他综合收益10万 如果分开来写的话 这是我们在个别报表上 已经追溯过的两个期间的分路 这是前面讲过的 这下面写了一下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个别报表上已经按照40%的股权 进行权益法追溯 这我们前面讲过了 接下来 我们再看合并报表上的要求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还是我刚才讲的一个观点 你不要一看到合并报表就怕 我刚才说了 个别报表上 你按成本法算 合并报表上 你就理解为按权益法做 就行了 你权益法不是已经学过了吗 如果是权益法 你看一下他应该怎么做 既然是权益法 我们也按照刚才的思路 第一步 如果是权益法处置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处置这个60% 借益益法算480还是480 对吧 带长期股权投资 乘益60% 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 不是刚才那个600了 成本法下 当初花了600万 那就是600万 权益法下 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随着被投资单位 金资产的增减变动 我们也变到 大家想 我原先是不是600万 初始投资成本啊 其实这里面就含有商与在里面了 你是溢价购买的 100万 然后被投资单位 这两年里面 金资产增加了75万 75万因为我们是100%的 所以我的 这长期股权投资 什么损益调整啊 什么其他综合收益啊 如果是权益法做的话 你也是100% 那也是75万 所以你的长期股权投资 扎编价值是675 总的扎编价值在权益法下 是675 今天处置60% 那应该是405的成本 405算出来投资收益应该是75 那么这是第一步处置 还有一个问题 像刚才一样 我们是回过头来说的 两年前 2007年1月1号 当时取得100%的股权 是吧 然后到了2008年12月31号 这两年里面 都是100%的股权 个别报表上是成本法做的 原先是成本法做的 没做 而如果这道题 我刚才说了 何必报表层面上 就是个权益法做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2007年1月1号 对于这笔投资 如果你按照权益法做 你2007到2008 你应该做哪一个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确认投资收益 这两年期间里面 50万投资 净利润 第二 被投资单位实现 其他总额收益25万 因为我们是100% 那就乘以100%了 是不是 都乘以100% 意味着 如果这道题 是按权益法做 2007和2008 应该是借长机股权 都自75万 代方带银银攻击 带利润分配 本来是应该是利润分配 因为合并报表上 这个科目 他不叫利润分配 他叫项目叫未分配利润 这个问题 我待会还会解释 这样呢 就是总共50万 然后代方带其他总额收益25万 正因为这儿是75 所以刚才这个地方不是有加了个75吗 你原先是花600万取得的 是不是 然后再加上权益法下 确认一个75万 所以我们这儿呢 刚才讲了 你要掌握这个理念 就很好理解了 不是什么合并报表的问题 就是 合并报表上 就是按照权益法来做就行了 那既然下面就来归答一个问题了 刚才个别报表上 我们在处置以后啊 是追溯了一下 追溯了多少啊 40% 而合并报表认为 过去两年应该是100% 也就是说 这两年应该是50万的投资收益 如果对于当年来说 叫投资收益 现在都处于以前期间了 所以就直接写言语攻击和未分别利润 而在个别报表上 他算了多少啊 算的是20万 当在今天处置时 他是120 而合并报表处置投资收益是75 这就是刚才讲的问题 这个投资收益的归属期间 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不一致 那我们今天是个别报表还是合并报表 我们现在要求是达到合并报表的结果 个别报表上 我说一遍归拉了啊 个别报表上 过去两年投资收益是多少 20 合并报表上是多少 应该是要求是50 在过去两年期间里 然后今天处置了 个别报表上认为处置是120万投资收益 而合并报表层面上认为 应该是75万投资收益 大家想一想 这不就涉及到投资收益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和个别报表层面上 因为归属期间的问题 数字不一致 那我现在怎么办 由个别报表调为合并报表 怎么调 我们合并报表刚才说过 工作第一稿是在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个别报表上已经做了多少 已经做了20 那我在合并报表上挑多少 就等于它的结果啊 加上30不就行了呗 合并报表上要求是50是吧 应该是50 而我个别报表已经做了20 已经追溯过20 其实就是在追加个百分之多少 追加个60%就可以了 那就是下面这笔分落 借长期股权斗资 带阴影攻击 未分配地润 个别报表已经做了40% 合并报表认为 过去两年我是100%的按权业法算 那应该是100% 那你个别报表已经追溯了40% 我再加个60%吧 60%两个相加30万 所以有30万 另外呢 其他送货收益 其他送货收益 个别报表上是40%追溯了 合并报表同样的道理 也事实上认为也是100% 所以再追加60% 15万 这样就45万 然后再上这一边的这个分路 个别报表上 投资收益带方是120 而合并报表上带方是75 那说明个别报表上多了 是不是 多了多少 45 那行 那我编织一笔分路 借投资收益45 然后代方带长期股权投资45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是360 代方是带360 在这 带360 但是合并报表认为是带多少 带405 所以合并报表在个别报表基础上 我代方再加一个多少 再加一个45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是两笔分路 两笔分路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在这张表的前半部分 第一部分个别报表基础上 我们再编制一个调整分路 就是这一表的这一部分调整分路 表的第三部分 在个别报表基础上 调整这个分路 就等于刚才合并报表的结果 就达到合并报表的要求 那调多少呢 两笔分路 两笔分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代长期股权投资 一个借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把两笔分路合到一块去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给抵消掉了 借翻就直接写谁就行吗 写投资收益 那这样呢就有了下面 合并的调整分路 借投资收益45 45 然后代方代引用攻击 代未分别利润 多少呢 个别报表上是40%已经追溯过了 合并报表要求是100% 所以我再加一个60% 不就可以了吗 同理其他中国收益也加一个60% 这样就得到了合并报表上 需要编制的一笔挺复杂的 这样一笔底效调整分路 这样一笔调整分路 好回到前面 讲到半天 其实就是讲刚才权二归属期间调整的这笔分路 借投资收益45万 代方代引用攻击 代未分配利润 说一下刚才没解释 个别报表上在写的手 叫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但是合并报表上 注意 还是我们上一期个所讲的理念 个别报表上是以会计科目编制会计分路的 合并报表上是在工作底稿上 直接以报表的项目名称来编制会计分路 而项目名称请注意 它叫未分配利润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看一下资产负债表 你看一下资产负债表 所有的权益 它叫未分配利润 它不叫利润分配 所以呢 这一块应该写成叫未分配利润 合并报表中的项目名称叫未分配利润 为什么我强调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教材这块写错了 它写成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错的 那是个别报表的科目 这应该直接写利润 写成叫未分配利润 这应该写成为写为未分配利润 好了 这个问题讲完以后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60%60% 把它调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这笔分路 这笔分路是我们在学习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合并报表中 最难理解的分路 那这个分路怎么来的 刚才给大家通过这个表 推道了一下 这是它的基本原理 我们书上为什么得到这样一笔分路 它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来的 我就是分两个归属期间 以前期间的 本期的 所以个别报表上追溯调整 当时是什么结果 这就相当于我在编合并报表了 个别报表已经有了 这张报表已经有了这个数字了 接下来呢 我们合并报表上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的 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结果是这样的 报表上已经有了 个别报表已经有了那些 我现在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我在 合并报表工作第一稿上 也就是在个别报表基础上 我编制这么一个调整分路 叠加上去 就得到了合并报表的结果 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再检视一下 刚才表里面数字的内容 因为刚才呢 是表的形式 然后我口头表述的 接下来 我给大家再写一下文字 大家课下呢 可以再根据这个文字 再来理解一下 也就是说 刚才这张表里面调整分路 怎么去理解 假公司处置60%股权 在09年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个别报表当中 已经确认投资收益120万 而09年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应当确认多少呢 是75万 09年 09年 是什么呢 那就是合并报表层面上 他认为480减去 这是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刚才解释过 600加上75乘以100% 75是增加的净资产 净资产乘以它的持股比例 100% 所以是75万 而个别报表上 处置投资收益是120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分路里面 这是120 120 这已经有了120 而合并报表呢 他认为是75 所以我们在09年 当期要调45万 所以我们借方是借投资收益45 那就充了45 这就是因为会计期间的问题 个别报表上归属期间 和合并报表的归属期间不一致 因此我们调到合并报表 我们现在不是要编合并报表吗 是不是 那就是在个别报表基础上调一下 同时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通过银行攻击和未分配利润 追溯调整过去两年的投资收益30万 这啥意思呢 因为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认为过去两年按照 150万乘以100%算投资收益的 就过去两年的投资收益 科目还是通过银行攻击和未分配利润 是属于过去两年的投资收益 而在个别报表当中 我们追溯是按照多少追溯的 是按照40%追溯的 50万乘以40%追溯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要追溯再加补上多少 补上50的乘以 50乘以60% 这属于银行攻击和未分配利润 带银行攻击带未分配利润总共多张 50乘以60% 除此之外还有谁 还有其他总共收益15万 15万怎么来的呢 合并报表层面上认为过去两年25万乘以100% 而合并报表上是25万乘以40% 追溯了40 还有60%没有追溯 那实际上再加上一个25乘以百分之多少 再追溯一个25万 就是这个15万 那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报表 这个分路里面 带其他总共收益15万 带银行攻击未分配利润30万 所以总共45万 借贷是吻合的 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们既然将合并报表视为权益法 那么权益法下股权处置以后 权益法下的其他综合收益也要截掉 那这个截刚才前面讲过 要看被投资单位是什么样的资产 这道题被投资单位是什么 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意味着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是要转到流程收益的 他转流程收益 我也要转流程收益 所以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注意这个分路是合并报表的分路 带银行攻击 带未分配利润 不能叫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直接写未分配利润 25万 全部截掉 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股权 那这笔分路 不影响投资收益 因为他是转到哪儿去了 转到六寸收益的 好了 三笔分路讲完以后 我们下面来汇总一下 其实就是等于前面的结果 合并报表中 因确认的投资收益 等于个别报表上 已经算了120 再加上刚才缺一这笔分路 缺一这笔分路呢 我们代方有个投资收益50万 然后转二类笔分路上 借投资收益45 转三不影响 最后结果是125 啥意思呢 个别报表上120 然后将我们刚才编制的 三笔分路叠加上去 转一的分路 转二的分路 转三的分路 在工作底稿上 全部作为调整分路 调上去 最后结果125万 那这个125万 正好与我们前面 在前面最前面 给大家算出来的结果 是吻合的 我们前面是 给一个大的公式算出来的 就是从权益法的角度 这个理念 将股权全部处置了 然后权益法下 该算的事情哪些 算进去 结果是125万 那现在呢 我们讲的四六事 在个别报表120万基础上 通过编制 刚才合并报表三笔分路 结果125和前面是吻合的 考试怎么考呢 考试题 第一个问题 就考我们125怎么算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主观题了 主观题考我们什么呢 就是在合并报表上 编制的调整分路 有哪些 他们第一 合并报表 三十控制权 合并在三十控制权 这个十点上 合并报表上 因确认的投资收益 个别报表上 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合并报表角度 确认投资收益是多少 就这道题而言 个别报表上 确认投资收益120万 合并报表上 确认投资收益是125万 第二件事情 就是合并报表的调整分路 编制调整分路 这是主观题了 客观题一般就是算 这个125怎么来的 好 这是我们书上这道例题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说一下 有同学说 特别是刚才 这个第二笔分路是最难的 如果要按照老师 你这种方法 我太烦了 这个分路还要通过表啊 你第一步个别报表 然后第二步合并报表 怎么结果 然后第三步合并报表 怎么调 那太麻烦了 确实如此 那这儿呢 我就教大家一个 简体的技巧 怎么去编制这个分路 其实熟练了以后 你这个分路很快就 拟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过程 那下面呢 给大家写一个简体技巧 第一笔分路 借长期股权都是320 带长期股权投资 270带投资收益 50 那个是最容易的 没问题吧 然后第三笔分路也会做吧 如果有其他增加收益 转到流程收益 或者转到投资收益 那么 圈一和圈三两笔分路 这是针对主观体说的啊 客观体不要求你 编制分路的 客观体就要算125就行了 125你必须要会算的 那是前面那个公式 怎么去理解 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我现在要编制 第二笔分路 我怎么编呢 我把第二笔分路 里面不是一个借投资收益 是吧 那给投资收益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设为一个X 然后我倒推 怎么叫倒推呢 刚才我们已经算出来 是125万 是不是 那前面的公式算出来的 125万 好 那现在我们倒推 个别报表上是120 加上和平报表的调整数 和平报表调整数 包括呢 编一第一笔分路50 第二笔分路我不知道是多少 X 第三笔分路 刚才就输上这道立体是0 这样我们就推算出 X是负的45 既然是负的45 那就借放借45 希望翻项已经定好了 借投资收益 真的就在代方 负的在借方 借投资收益45万 好了 然后代方 那就我们刚才讲的理念 从个别报表上 追溯调整了50万乘以40% 和平报表认为 过去两年 我是100%股权 那应该是100%乘以50 所以我要在个别报表上 补上多少 补上60% 同理其他综合收益 原来个别报表上追溯了40% 和平报表认为 应该是100% 所以再补上60% 这样呢 代方这些几个数字 就根据刚才那个理念 你能把它填空 填上去 这笔分头就像填空一样 一个个的把它填上去 填完以后合起来 看和上面对不对 反过来也有同学怎么算的 他把下面 就像我刚才这个思路 把它写出来了 写完以后 就变成上面这个数字 他说借责平衡吗 可以 但是呢 我们最好是要集合一下 那就是我刚才对这笔分口 是分两度的 介方是单独按照一个思路 编出来的 然后代方是按照另外一个思路 然后两个 再喷一下 集合一下 不平衡那肯定有问题 所以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做 好 那讲完这一些 这是教材立体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补充一道立体 和教材立体是类似的 是由教材立体改编的 但是有细微的差别 2007年1月1号 假公司支付600万元 取得已公司100%的股权 控制已公司 取得投资单日 已公司可别认净资产的光源价值 为500万元 2007年1月1号 至2008年12月31号 已公司以购买日光源价值为基础 计算的净资产增加了75万 其中以购买日光源价值为基础 计算实现金利润50万 分类为以光源价值 切起光源价值计量 切起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注意 它不叫指定为 它叫分类为 分类为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是指其他债权投资 而我们教材立体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差别就在这 光源价值累计上升到75万元 2009年1月8号 甲公司转让乙公司60%的股权 收取银行存款480万 存入银行 转让以后 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0% 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2009年1月8号 即甲公司散事对乙公司的控制权日 乙公司剩余40%的股权 光源价值为320万 假定甲乙公司提取法令 应用工具的比例都是为10% 不提取任意应用工具 假定乙公司未分配现金鼓励 那这道题是相对简化的一点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现在我们学习完个别财务报表 也学习完合并财务报表了 那么就刚才这道题 我们分别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 如何进行快捷处理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处置60%这一部分 那其实和刚才没有什么区别 建银行送完480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360万 贷投资收益120 然后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节转一下 剩余成本是240 贷长期股权投资240 第二 对剩余股权40%的部分 按权益法处置 首先干什么 比较 成本大于份额不调整 成本小于份额 留存收益 那这道题是成本是大于份额的 所以不用管它了 这是个别报表的处理 接下来那就是 损益调整其他综合收益的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20万 50 乘以 均速调整40% 20万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是 25万 乘以40% 代方 这儿的科目 请大家注意 这是个别财务报表 所以叫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没错 然后代方代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所以这块我们说的比较快一点 说明什么 这道题 这儿和前面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算下来 长期股权投资 个别报表上 扎盈价值270% 考试题考什么 考计算 270%的计算 包括刚才的分路 要我们编制 接下来我们再看合并报表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算一下 和平报表上 确认的总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等于 处置股权的对价480 加上剩余股权的公营价值320 括号 我们视为全部处置 然后减去可别人金资产 可别人金资产 前面是500万 再加上75 乘以我的持股比例100% 再减去归属于假公司的商业 投资资本是600 相余的分格是100% 500 500乘以100% 所以是100万商业 减去 再加上 能够重复了进损益的其他通货收益 这道题和上面道题和教材立体的 区别就在这 因为这道题被投资单位是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的其他通货收益 将来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他能够转投资收益 我今天也可以转 所以我今天要加上25万 而教材的道题不能加上25 这是这两道题的区别 所以我们的结果不一样 是150 如果是客观题 他就让我们算这个150 选择题的选项 ABCD 正确答案是150 如果是主观题 除了算150之外 还要编制 合并报表上编制 调整分路 哪一些呢 首先第一步 总共三笔分路呗 第一步借长期股权投资 320 代长期股权投资 个别报表 占编价值270 差额寄入投资收益 这个大家会了 关键是第二笔分路 我刚才教过大家一个方法 第二笔分路先不编 你先把第三笔分路编出来 第三笔分路 被投资单位 其他债权投资 光云价值变道 寄入其他增和收益 将来是可以转损益的 所以这道题一个区别 我可以转损益的 借其他增和收益 和平报表层面上就是权益法 你不要还是一直这个观点 你不要老是认为是和平报表 你就是认为是权益法 两本战 这本战个别报表叫成本法 另外一本战和平报表叫权益法 你就按照权益法做就行了 跟后面和平报表来一章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完全可以放在本章内容来讲 那么在权益法下 大家想一想 当我将股权处置以后 其他增和收益 我要转掉 是不是 这道题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所以全部转到投资收益 因为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注意 有人说不是还剩下40%吗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理念 我刚才讲过 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我们设为将百分之百的股权 全部处置 所以我们这个其他增和收益 要全部截掉 总共25万 转到投资收益 然后从上面三笔分漏 当然我们刚才第二笔分漏 不是没有编吗 那就刚才所说的问题 你要采取一个办法 各位报表120 加上圈150 减去圈2x 圈2x 加上第三笔分漏 25 刚才不是25吗 是不是 25 等于前面不是已经送回一个150吗 倒推 x等于负的45 负的45回到前面 借房 既然负的 那就借投资收益 然后代房带隐移攻击 带未分辨利润 这叫未分辨利润 注意了 叫未分辨利润 那就和刚才讲的道理是一样 个别报表上 追溯了40% 和平报表过去两年 认为是按百分之百算 所以个别报表上少了 过去两年期间 他确认的 损益少了60% 补上去 同理 其他生活收益 也补上60% 然后这笔分漏 做完以后 45万 接待平衡 完成第二笔分漏 所以我们真要做主观题的话 我们是先做圈1 再做圈3 然后再做圈2 实际上 我们真要是考到这种主观题 圈1和圈3的分数我拉下来 圈2实在做不来 圈2可以放弃 考试的时候 他讲究的时间 不像我们今天 今天我要做这道题 是这样的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节课学习完以后 大家可以把教材上立体 以及我们补充的这个立体 分别再做一下 相信大家 这个圆题讲完以后 还是会做的 或者说 我真要是做这道题 我不懂的话 我今天晚上 三个小时 我死磕 也磕这道题 但是考试不行 这一点我们到后面 模考班 再给大家讲一下 考试前的一些应对的措施 方法 一考试的时候 你说我这个不平了 我就是要在它折腾 折腾一小时 就这笔分路 值得吗 不值 它就一分或者两分 比如上面是一分 这是两分 这是一分 那我把一和三两题 两笔分路做出来 就行了 这个实在不行 放弃 好 这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到后面再讲 到模考班 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应对的方法 现在你要死磕 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所以刚才也说了 磕下呢 你可以再自己练习一下 我不看答案 我自己做一遍 试一试 慢慢的就琢磨出来了 你当然这一个过程 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是说老师 你讲完一遍以后 然后听我就听得懂 这个看每一个人 学习能力的情况 我觉得正常情况 包括我自己这一块 也是仿佛琢磨的好多遍 你如果 这一块看一遍 你就认为可以的 我觉得这是很 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你要正确的认识你自己 所以这一块呢 还是要多看几遍 不要第一遍不懂了 然后就没信心 要看两遍 变三遍 包括把疏传题目再做一下 讲完这一些 我们再来一起做一道题目 我们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教材立题 讲完了 一起看 学完了 我们刚才补充一道立题 有所比较 然后呢 我们再一起来做一道题 做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你课下 再单独做题了 就像我们刚开始是扶着你走 刚开始学嘛 然后慢慢的我们要甩掉回来个拐杖 不要看答案 然后你独立的 老师呢 不讲了 你自个儿 在课下 在做题了 这样你独立的 你能完成题目 就可以了 达到这个效果 下面一起看一下 这是以前年度的考题改编的 2021年1月1号 假公司支付800万元 取得已公司100%的股权 购买日已公司可编认净资产的光云价值为600万元 2021年1月1号至2022年12月31号期间 已公司以购买日可编认净资产光云价值为基础 计算实现的经济润为50万元 没有分配现金鼓励 分内为以光云价值计量 其其变动寄出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市场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光云价值上升20万 除上述以外 以公司无其他影响所有的权益变动的事项 其实这个题和教材的例题是类似的 这是以前考的一个考题改变而成的 我们教材例题也是极端的百分之百 其实我们教材例题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十年前就有了 那么后来考试的时候 那年教材增加了这个成本法 转为权益法合并报表的内容以后 紧接着就考了这道题 其实还算比较客气的 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模反教材例题出的题目 如果这道题不是百分之百 就像我说的 我要出题 我肯定是出百分之六十减去百分之四十 等于百分之二十 那个就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你老是模仿教材那个例题的 而这一点呢 我们等我们在习题班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出这种题目 来磨练一下 继续看这道题 2023年1月1号 假公司转让所持有已公司百分之七十的固权 百分之百 处置百分之七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 这不是和教材例题很类似的吗 转让价格是七百万 假公司持有已公司剩余百分之三十股权的光云价值为三百万 转让以后 假公司能够对已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假公司因转让已公司百分之七十股权 在0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这个题啊 既可以考03年度个别报表 确认投资收益 也可以考合并报表投资收益 合并报表投资收益 你要记录一个原则 有那个大公司我记不住 那不是一个公司吗 一定要记录一个原则 合并报表的投资收益 其实就相当于权益法下 权益法下我当时怎么讲的 刚才怎么说的 市为将百分之百股权全部处置 百分之百股权全部处置 大家想一想 百分之百股权全部处置 你能拿到多少钱呢 等于这个投资收益啊 我们开始计算了 百分之七十那一部分 卖了多少钱呢 七百万 还有剩余百分之三十没有卖 我们市为全部处置了 公允加多少三百万 这么一括号 不就相当于百分之百股权 全部处置一千万吗 是不是 减去 减去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扎编价值 如果是这道题 如果是权益法 你把百分之百 看作是权益法做 不就可以理解了吗 等于多少呀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你的成本是多少 其实你前面花了多少钱呢 你花了八百万 这有八百万 是吧 八百万 八百万 然后再加上 我用另外一种做法 再加上 在整个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 净资产增加多少呀 五十万的经利润 是不是啊 五十万的经利润 二十万的其他总额收益 总共加起来多少万 那不就七十万吗 是不是啊 七十万 七十万我们如果是权益法的话 你不就也是乘以持股比例吗 是不是啊 继续 然后再加上 其他总额收益 这个其他总额收益 能不能转损一样 可以转的呀 可以转损一的 它是多少呀 有二十万 那当我处置时 这个二十万 也是乘以我的持股比例 是吧 我百分之百嘛 那再加上去 那其实就结束了 就可以了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这是我给你另外讲的一个方法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刚才前面公式 就这个地方 有同学说 哎呦 你又一个方法来了 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你可以另外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那就我下面给大家写的 和前面公式是一致的 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到底是一样的 等于七百万加三百万 可以吧 处置股权的对价 加上剩余股权的过云价值 减去 这是什么呀 这是净资产呗 净资产的份额呗 净资产当初是六百 然后呢 加了五十 加了二十 然后乘以你的持股比例 减去净资产的份额 然后这是什么呀 这是归属于某公司的商誉呗 其实我把它合在一块的 合在一块是什么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下的成本呗 八百万是我的投资款 然后后来在持有期间 权益法下 你五十万经历中 我享有百分之百 我是全资的 二十万其他生活收益 我享有百分之百全资的 这就相当于我长期股权投资 总的占名价值 然后两者一解 就是处置损益 再加上其他生活收益 转到投资收益的 OK 那就可以了 结果算出来是一百五十万 好了 那如果是客观题 那其实我们就计算到这就可以了 一百五十万 而且呢 在这儿 我用两种方法 从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说了一下 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其实理念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个原则 合并报表 就相当于是权益法在做的 权益法下 你把股权处置了 最终有多少损益就OK了 好 接着我们把这道题再延伸一下 那如果是主观题的话 那这道题编制的调整分路 合并报表中调整分路怎么编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延伸一下 假公司在合并报表中调整分路 同样是三笔分路 你记住 永远是三笔分路 三件事情 要有就做 第一件事 视为重新处置 重新取得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百处置 再购回来百分之三十 按照今天的光源价值 借长期股权投资 题目已知三百 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是主观题的话 其实还要考什么 还要考个别报表 那这正好布置一件任务 大家也不妨把这道题 假公司个别报表相关的事情做一下 其实那太简单了 是不是 这个你们客下完成一下 我在这主要是把 合并报表的问题讲一下 个别报表中 长期股权投资 当初是八百万乘以百分之三十 因为原先总成本是八百万 处置了百分之七十 个别报表中就截转了百分之七十 还剩下百分之三十 所以是二百四十万 另外 在个别报表中 要追溯调整 个别报表不是追溯为权益法吗 要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的话 一个五十一个二十 乘以百分之三十 所以总共个别报表是两百六十一 这样算出一个差额 投资收益三十九 这是圈一 三十九 然后圈二 还是刚才说的 圈二放到最后写 先把圈三写出来 因为这道题是什么 是其他债权投资 所以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是可以 它的其他中额收益 可以抓到投资收益 那么圈三二十 那接下来我们再编制第二笔分路 那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把第二笔分口投资收益 设为一个X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前面刚才说过 个别报表中投资收益怎么算 个别报表中投资收益 等于处置加款七百万 减去成本是八百万的乘以百分七十 这个我这儿没有写 个别报表的分录 你们课下可以写一下 这是个别报表的投资收益 然后再加上合并报表调准数 哪一些呢 圈一是三十九 已知算出来了 圈二X 圈三有二十 结果是一百五十 结果一百五十 我前面已经送过了 前面这已经送过了 所以我们这样算出来 X是负的四十九 负的四十九 意味着投资收益在借方四十九 然后同样的道理 将过去两年期间里面 被投资单位实现经理论 五十万 要按照百分之七十 调追溯 个别报表 刚才是追溯了百分之三十 追溯了百分之三十 那合并报表认为是百分之百 这道题不是百分之百吗 所以追溯百分之七十 同理其他生活收益 追溯百分之七十 这样这两个合起来是四十九 和上面要保持一致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笔分录 总的就三笔分录 这是我们这道题给大家延伸了一下 大家在学习完这道题以后 还是我前面讲的 你也不妨独立的把这道题分录编一下 包括我刚才讲过 我这没有写 你在课下把个别把这道题 个别报表怎么做写一下 然后合并报表上 抵较这个调整分录 三笔分录也独立的去完成一下 好了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给大家讲到这一节的第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成本法转换为悬疑法 上一节课讲的是个别报表的处理 这节课我们重点讲的是 合并报表的处理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